葱烧豆腐 今天豆腐也做 今天咱们做一个葱烧豆腐啊 滚刀葱 家常版的葱烧豆腐 对 我们现在不那么多话 上去就干活 葱烧豆腐 简单 葱 糖 盐 胡椒粉 黄酒 酱油 香油 没了 我们今天做的葱烧豆腐 手法很有意思 我们切丁 把豆腐切成丁 我们把豆腐搁在这个盆里头 这个盆里咱们需要放什么呢 喝点粉子 什么叫粉子 淀粉 淀粉就是粉的 给它挖了匀了 来 把鸡蛋 豆腐里我们适当加点盐 加点盐味儿 胡椒粉的底味儿 我们再把鸡蛋倒进去 加一个鸡蛋 对 这样的口感很好吃 我们起锅烧油 你看我们做油了 我们桌菜讲究所要快 在家吃饭要快 要简洁 还要吃出美来 油温要几成呢 气温要再五成 在家有坚称的 给你坚称去煎 可以煎一下 对 可以切成片 也可以切成条 也可以切成打的丁 在于自己 油温好了 对 我们下来吧 这个锅这个 这个面粉和面 左提木鱼让豆腐更嫩 稍微来更多多 而且它有饱满的感觉 嗯 嗯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锅呢 你看饱满那个厚的 它很金黄色 如果你的豆要直接煎的话 它有点硬 哦 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出锅了 对 看看啊 我们这时候就把葱倒进去 直接把葱倒锅里 对 油炒呢 我们再给点油 葱倒入 煎煮打中的姜味 把料酒搁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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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油炕香 这个时候 加水 加点水 淡淡的品质 调味儿啊 胡椒粉 加点胡椒粉 盐 咸咸口啊 好 把豆割进去 泡一泡 泡一泡 你看 脸色多漂亮 各个色整天 是吧 还真是 你看 这时候 来点淀粉 稍微来点淀粉 一勾芡 粒的蒸蒸 粒的蒸蒸然 一个都是不辣 有 对我们这菜就出锅了 几个年的葱烧豆腐跟三叔手上一变 变成一个非常有味道 有传承的 小菜 我跟别人家做的不同 比重不同 但是我的口感啊 三叔这菜非常口感 软嫩 千万不要去煎 直接煎豆腐 味道不好 是吧 我们要挂点粉 就在踢的 老人吃 小人吃 有呀没呀 都可以吃 咱们回家 还是那句话 试一试去 有什么事的 我看你吃 有什么事啊